好 二五开战家今天进入到了第12天 终于在昨天第三轮的和谈登场 台湾时间今天清晨结束 但是谈判仍旧没有实质的结果 乌克兰总统顾问叫波多利雅歌 他认为谈判还是有一些积极成果的 双方同意要继续下一轮会谈 不过另一方面 俄罗斯这边的首席谈判官他认为 这一轮会谈是没有可以报告的进度的 而且哈夏把俄乌目前的问题 通通归咎于乌克兰军方违反规定 其实俄罗斯克里姆宁公在会谈前 已经先强调了 说俄国的和谈条件 就是乌克兰必须要承认 克里米亚属于俄国 而且乌克兰东部的顿内斯克 还有卢干申科两个地方是独立的 还有乌克兰必须要保持中立 乌克兰方面则是目前都无法接受 好 其实在这一次的谈判过程当中 有关于人道走廊这边 他们也希望有更进一步的说法 包括了乌克兰这边觉得人道走廊 虽然让人撤离 但好像通通撤到了俄罗斯 让他们觉得并不是太合理 好 另一个部分则是 有关于到底有多少国家 要来涉入这一次的俄乌大战 美国国务卿布林肯在昨天重申 说美国不想在乌克兰设立禁航区 也说不希望冲突持续扩大 布林肯是在李嘉 还有拉脱维亚总理 召开一个共同记者会的时候 有上述的表示 最主要原因也是因为 俄罗斯下已经说了 谁要是在乌克兰这边设禁航区 就等同于跟俄罗斯宣战 所以现在美方很直接的讲 说他们不会在乌克兰这边 设立一个禁航区 而包括了北约 也都做出了相同的说法 其实现在大家都说了 虽然我们非常认为 乌克兰这边的人民是很辛苦的 而且我们希望能够对他 尽可能的提出协助 希望这个战争及早暂停战火停息 可是到底谁愿意参战 目前你刚刚听到了 包括北约这些欧洲的朋友 包括了美国 他们都还是对于设战这件事情 是非常警觉度很高的 但是在制裁上头 其实目前在包括了北约 还有包括了美国等等的 世界上有非常多国家 都有加入经济制裁的行业 台湾这边先前也说出了 他们要做进出口的制裁 目前台积电是停止 向俄罗斯来出过了 说要加入美国制裁行列 那么经济部则说了 也是依据国际上头的 瓦盛纳协议来严格审查 但是呢 这一些动作 其实就俄罗斯来讲 他们觉得叫做不友善的行为 而且呢 他们还要反制裁你 好来看到的是 俄罗斯总统普丁呢 他就教求他们的政府 赶紧来设一个 不友善国家的列表 结果你看看这里头除了美加欧盟 英国等这些国家之外 亚洲有许多国家被排上了 包括了日本韩国 新加坡和台湾 在台湾这边呢 他还特别著名了 说台湾被认为是中国的领土 好 在这一逼呢 被制裁认为是不友善国家的行列的话 那么俄方他们就要求 他们的企业跟这些不友好国家 在进行交易的时候 第一必须要经过他们的联邦政府批准 第二就必须要用俄罗斯的卢币 来进行所有的汇兑 好 另一个部分你就会问了 如果真的是这样的话 我们知道是台积电商已经禁止出货了 但是他是对全面性所有的产业 都列为不友善名单 那对我们影响的有哪些 包括了什么 包括了渔船 因为其实呢 在俄罗斯现在还是蛮多的海鲜的出口大国 好 台湾渔船在海参威这边运补 可能会受到影响 另一个部分呢 则是航空航线 其实现在呢 还是要经过非常的往北走呢 有很多会经过俄罗斯的领空 怕也会受到影响 而再来就是 我们其实呢 是有银行握有大概50.38亿元的俄罗斯债券 就把这些也会发生影响 外交上头 前铸牛西兰大使借文集呢 则是特别提醒了 说很有可能 这驻俄罗斯莫斯哥的台北代表处 会被要求关闭 好 会不会走到这一步 直接在外交上头 有进一步的动作 现在大家都还在 等着俄罗斯这边 有没有进一步的举措 但是这个缓急动作 是非常明显的 也因此大家都在问 如果说呢 是这样的话 那台湾作为一个 当然我们是对于乌克兰这边非常的同情 同时我们希望给他们更多的人道协助 可是在这样子的一个背列上 不友善国家 是否也让自己的利益有一些的损失呢 我们台湾中奖了 对吧 中奖了 不受欢迎国家 俄罗斯刚刚公布一个 不友善国家地区名单 国家级地区名单 对 大部分几乎全部都是欧美国家 欧美国家通通上榜 亚洲国家级地区 日本 韩国 新加坡 台湾 韩国还好 韩国不是有个网红要去 韩国正常说不准去 不准去 乌克兰重庆 你给我回来 而且要罚23万台队 他说你去了就不要回来 韩国还好 我们很凶 我们说要制裁你 这个大帝 不好意思 台湾我看是第一次被列入 任何这种国际分端的制裁名单 刚刚我一个朋友寄 一个信给我说 我们台湾终于被注意到 对 终于被注意到 我跟你讲 我才这样说 大使 成功了 这个是我们民进党政府的战功 没说他一个勋章定在胸口 拜托 可是俄罗斯也很清楚 他们是意大利国 他说国家级地区 对 这里面所有都国家 就我们大概就是六个地区 而且他列在最后一个 列在最后一个 捐赠那个名单里面 乌克兰这么个捐赠名单里面 还没有台湾 搞不好跟中国大陆 是起来一起的 对 不过这个我觉得 我觉得我们是最脆弱的 我们在莫斯科的 我们的台北经贸办事处 我觉得可能会有危机 搞不好会被关了 搞不好被关了 人家说请你下 请你的官馆回国了 断绝所有的经贸合作 我们现在有一些问题 我们很多远洋遺传在海森威运 我们有一些时机的 对 那是我们一个作业的 一个补给站 那事实上的话 我们跟俄罗斯是有失智关系 俄罗斯事实上的话 他就是卖给台湾50亿美金 他这50亿金不要了 也无所谓 因为我们卖给他13亿多 对 对 你要制裁的话 你制裁就做到底 我东西也不要买你的 可是我50亿都是 我们蔡政府现在最担心的 都跟电油关 天然气 燃油 这都是跟电油关的 少这50亿少十几% 不是我是觉得 很多 这个制裁 这个制裁纯粹跟着美国 跟西方国家去那边跟风 可是过一个月以后 这个战争结束 对不对 乌克兰跟俄罗斯 找到一个解决方案 你在这中间压什么宝 很奇怪 我们在中间不曉得在干嘛 我们常压 川普也很压 你在压什么宝 你在俄罗斯 我们有实际的利益 对 然后你的长荣还要经过 俄罗斯的领空 飞欧洲 你要经过西伯利亚 你要不要飞 对这些现实利益都不考虑 然后一头热 有关于在美国还有欧洲 他们要如何来帮忙乌克兰 美国国务卿布林肯就说了 如果在乌克兰隔壁的波兰 决定要把苏联时代的 米格29战期 提供给乌克兰使用的话 美方就会想办法 给波兰更多F-10 F-16的战机 纽约时报的独家爆料 说美国方面正在讨论 要把原定要卖给台湾的F-16战机 送去给波兰 但是这个交换计划 波兰恐怕不会答应 因为俄罗斯已经警告了 包括北约 包括乌克兰的邻国 要是介入这一场争议的话 视同作战 多处黑烟直冲天际 可见轰炸相当剧烈 镜头捕捉到俄国 军机空袭乌克兰西部 文尼查机场 整座建筑 瞬间变成碎石瓦砾 俄罗斯恶吓威胁 乌克兰周边国家都担心遭殃 一边要收容 大量难民还要害怕会卷入战争 只敢在背后提供武器支援 但由于乌克兰飞官 对遏制飞机相对熟悉 美国国务卿布林肯说 只要波兰把前苏联时代的 米格29战机 拿去援助乌克兰 美国就会想办法补偿波兰 但没想到布林肯口中的补偿 竟然是挖东墙补西墙 而且还是从对台军售的F16战机 订单中下手 纽约时报指出 美国为了补偿波兰 现在正在考虑要将原本承诺 给台湾的F16战机 转送给波兰作为补偿 金融时报独家挖出说 美国去劝波兰 说提供俄罗斯规格的战斗机给乌克兰 那你提供他多少架 我就用F16补给你这样 那波兰就问美国说 我可不可以说我是代表北约出面 不要说是我波兰的意思 因为他怕俄罗斯报复 那美国说不可以 其实乌克兰总统泽伦斯基 曾多次公开求救 请求美国与北约设立禁航区 还说不设禁航区 至少也要提供更多战机给乌克兰 但美国现在恐怕帮了倒忙 不仅拖波兰下水 介入俄乌战争 还失信于对印太区盟邦的承诺 记得张力报导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